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的福建 每每遇到魔术师呢 要选择台下的助手上来帮忙的时候 大家都会产生怀疑 所以这一次呢 我有个特别的方法来打消这种怀疑 我要用观众来帮我选助手 这边所有观众选约上来帮我忙的 这这个重新衣服的忙帮我上来一下吗 好白色的 你好 你好 这里有个红色的球 我想麻烦你 站在中间往那个方向 随便扔扔过去 然后接到球的观众呢 注意一点 我希望是个男生 仅此而已 如果是个女生接到呢 可以把它给最近的男生 也可以再继续扔 扔到男生为止 可以吗 非常简单 来这里 好 请大家欣赏节目 美女与球 一 二 三 往那边扔就好了 不要害羞 上来 上来 是这样的 我们广州人都非常热情 其实我的朋友都叫我蛋仔 因为我非常喜欢我们广州的一种小吃 就是这个了 鸡蛋仔 我在这呢 我要请你们品尝一下 但是特别了 因为要选择嘛 我希望你闭上眼睛 伸手进去 随便拿一颗 好吗 闭上眼睛 伸手进去 随便拿一颗 可以了吗 你也一样 闭上眼睛 伸手进去 随便拿一颗 OK 好了吗 那是这样 数一 二 三 放到嘴里面 把它吃掉 对 还不错吧 还行 可以 你要帮我 再帮我一个忙 您再闭上眼睛 伸手下去 再轻轻地拿一颗 一颗就好 这 拿到了吗 OK 把它放在桌子中间 放在桌子中间 这个呢 就没用了 现在呢 我还需要您帮一个忙 我想借您用手表吗 没有 那可以借您身上的一个事物 能借给我吗 可以吗 把它取下来 非常漂亮的戒指 OK 可以看得到 我先把它取下来 这是戒指吗 项链上的戒指 戒指 鸡蛋仔 杯子 有什么让您帮忙的呢 您帮我检查一下 这个杯子 没问题吗 没问题吗 OK 认识看着 这颗戒指 您的戒指 在这边 杯子 鸡蛋仔 你帮我把杯子 扣在这个戒指 扣在这个鸡蛋仔上面 扣着 保护它 扣好嘞 好了 认识看着哦 这颗戒指 在神奇的鸡蛋仔上面 奇迹 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 不见了 打开它 然后可以拿出来把它撕开 镜头可以看这里 把它弄烂就好了 很有表演的天分啊 用力 撕开它 脆的 里面有东西 镜头可以看这里 闪闪的戒指 OK 我们把它打干净 现在呢 作为一位男士 一位女士的戒指 在你 在你手上 你应该干什么呢 好 在中央电视台 一万观众的见证下 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哎呦哎呦哎呦 还有点不合适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你们 下面可以交个朋友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大家 你觉得他长得 有点像那个 发福的陈奕迅吗 有点 有没有觉得 他不仅长得面熟 而且今天带来的节目 也很眼熟 是 我刚刚一直 一直都想问你这个问题 是 好像似曾相似 如果干年前 我也曾经把戒指 借给某一位魔术师 所以从此你就 喜脱不掉最母 对对对 从此对 是 你是刘谦团队的 不是整个魔术设计吗 是 那一年那个戒指和鸡蛋的 戒指 鸡蛋 是我跟刘谦一起 共同研发 是一起研发的 对 没错 哇 所以你今天 这个魔术 有点撞在枪口上的感觉 我应该是对宗斯 算是致敬的一个魔术了 宗斯 对呀 致敬 对呀 我们今天 附近 你在我们思维当中 选择哪两位挑战眼里 挑战春晚经典魔术的福建 究竟能否超越刘谦 赢得门票呢 广告过后 精彩继续 我还是想挑战一下 我想选 跟戒指魔术 一直都有怨怨的董青老师 跟静景的大师 冠婷老师 哈哈哈哈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是 在魔术界的难度没有很高 我吗 来 战载过来一下 机会教育一下 我真的说 来 随便帮我拿一张牌 我 要啦 做得很好 OK 拿啰 哦 拿了 我不要看 给所有人看 OK 当然这个 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牌 对呀 放进来 随便洗一洗 我吗 随便洗一下 非常好 接下来呢 我这边准备了一个瓶子 来给我 我想要先请一个观众朋友检查一下 这个瓶子是全新的 没有开封过的 那是新的瓶子吗 新的 全新没有开封过的 来 给我 来 你慢慢把它打开 打开 瓶盖打开 全新的 拧开的 有听到声音吧 有 战载你刚选的什么牌 是 方片的7 对吧 对我来讲啊 他 进到淡仔里面 就并没有超越过春晚的经典 进到这个东西里面 并不是非常难的 对魔术实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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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抱歉 我不能给你 谢谢 对魔术实在 但是 你可以 对魔术实在